不過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可以試試看 這邊147一直往下 一直到154 這些都是跟Find有關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反正自己玩玩看 裡面原理原則打開應該可以看得懂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另外除了說用Find之外 其實底下有個search 有沒有search其實也是尋找 那可是你會想說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以後在底下的search跟Find 你們也可以用用看 最大差別兩個函數都是在尋找 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很簡單 就一個 什麼的 英文大小寫 就是 Find的話 他沒有區分英文的大寫或小寫 但是search的話 他有區分英文的大小寫 就這樣而已 其他的 一模一樣 其他一模一樣 所以 所以以後如果你 當然如果沒有大小寫問題的話 你就用Find就好了 如果有大小寫就用search 大概是這樣 因為 很多人可能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要兩個 後來發現其實就這麼一點點差別 OK 所以 那有興趣自己再看看還有什麼取代 取代的話有replace 另外有什麼substitute 這個也用到的機會也蠻大 你要把什麼取代成什麼 因為 時間 沒辦法細講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做做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也可以提出來 來 基本上我們只是 盡可能的在提高工作效率 然後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長寬膏 跟刮鬍很像 只不過 這題的話呢 他的複雜度又更高 怎麼說呢 本來只有一個刮鬍 有沒有 一個刮鬍 一個頭 一個尾 我現在也是要一個 但是呢 兩個 三個 分別把它放過來 放過來 放過來 他問題來了 因為fine有沒有 剛剛是 找到頭了嘛 然後可是問題 你要跳過 你要找第2個第3個 你必須要跳過第2個 跳過第1個 才會找到第2個 如果找第3個 就跳過第2個 才能找到第3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難度又更高 所以 如果把公式全部串在一起 當然會非常複雜 不過呢 你也可以階段性的 比如說長 假如長 你不可能一次嘛 你可以分三次嘛 先找到頭 找到尾再來切 OK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這樣也有 寬 不過寬的話 寬跟高麻煩一點就是 那怎麼樣跳過 第1個 因為你找 前面都是從頭找到 那有沒有辦法跳過 第1個 這個地方可能要想一下 當然一樣的方法 這個進階的函數 做出來之後 最好當然你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或者產生一個 自定函數 最好的按下去 全部 就一拉 全部自動 全部完成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沒有 你就先階段性的 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是把它也是一樣拆成 三個 拆成三個 因為這個地方 不會有 沒資料 一定刮虎裡面都有 所以 少了最後那個 ifl那個判斷 因為 長寬高都會有 那只是說 第1次 第1次 長的部分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 我們一樣 先找 那找什麼呢 找的時候呢 一定是找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把它改成全形的刮虎 如果你用半形的刮虎 是找不到的 所以這個地方 第1個 找全形刮虎 的前刮虎 去哪邊找呢 去這個 這個b2裡面找 他會找到 第1次的一定是 2的位置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再找後刮虎 所以公式一樣 找到的話 他回傳回來 是6 2到6 公式呢 我們就可以組出來了 跟剛剛是一樣的 mid有沒有 只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的b2裡面的 就是找到前刮虎的位置 加1 再幾個字呢 就是 後刮虎的位置 減掉前刮虎的位置 再扣掉前刮虎的位置 剩下就是我們要的這個 那個125 OK 然後就切出來了 這個我想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 寬的部分 跟高的部分 就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呢 你不能用同樣的公司在找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會從頭找 那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就在 我們在find的時候 記得後面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star number 這個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呢 你如果空下來 他會從頭開始找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往後面找的話 就要告訴他說 我要從這個位置 加1 往後面找 就會找到這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公司怎麼來的 這個公司是從 這邊的公司 負負負責過來 再把它加1 特別注意喔 所以常做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常的公司那個地方 負責貼過來 然後再把它加1 加1之後他就往後找下一個 刮斧了 就找到9 那那個 寬的那個 第二個數 就是那個 後刮斧部分 也是一樣 一樣 就是去找 後刮斧 但是呢 是 從那個什麼呢 這個也是一樣 後刮斧 就是從這個後刮斧 找到的位置 加1之後 從這個地方 往後面開始找 他就找到這個位置 回來告訴我是13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然後呢 找到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知道 他的那個後刮斧位置在這裡 把它切出來 就是135 那高的部分呢 其實也類似啦 只是說呢 城市又更長了 不過 所以有的時候 你想說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我也想過更好的方法 因為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假如說你用比較複雜的運算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真的不太適合 所以有的時候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東西 用VBA來做 會就 比較能夠 得心應手 為什麼 因為VBA裡面 你要寫幾行就寫幾行 你不會說只有寫一行 要把一行解決掉 那太麻煩 太不太容易了 所以這個地方 那高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Find的時候呢 也是從 也是找 錢刮斧 然後B2 那找什麼呢 找把什麼呢 特別重要 這個格子裡面的東西 實際上是把寬的 這個有沒有 拉過來 再加一 也就是找到這個 加一之後 再往後找 就找到它了 那 後刮斧也是一樣 後刮斧是 寬的後刮斧 再加一之後 就找到後面 切出來的話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我是把它 分成三階段 當然最後你也可以全部都併在一個 那這些東西呢 就通通 通通可以把它刪掉了 不過 可能需要按部就班 除非你已經非常熟了 那就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給各位參考 做出來的結果 因為這只要有一點點的細節做錯的話 可能要 一次做對 應該有點困難 那當然 可以的話 再把它複製一個 這邊 改成 VBA OK 不過這又更進階了 從這邊跳到這邊 不過跳到這邊的話 這些都不用了 這些什麼 123123 都可以 把它怎麼樣 去掉 然後最好是 一鍵完成 一鍵 不過 量力而為 待會我會跟各位講怎麼做 不會那麼複雜 可以的話就試試看 不行的話 先把第1階段先做出來 再來看第2階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 我